人一生一定要有一次 一次完全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 把自己放到完全陌生的城市中旅行 而这个充满历史的文化古都 西安 就是我选择的第一个开始 而且我来西安 还不是为了下一季的游戏 大唐盛师傅来西安还能去哪 好啦 一切都回去再说 拜拜 喂 搞什么 撞到人都不知道 我要全票一张 小姐 不好意思 我只要一张就好了 现在有活动能够买一张送的 好 谢谢你 你好 一张全票 请问最晚到几点了 不用买了 这张送你 买一送一不用钱 谢谢 是喔 我们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九点半 好 谢谢 哈囉 你也是台湾来的吗 你一个人来玩 是啊 谢谢你送我票 我请你吃个饭吧 不用客气啦 我也是第一次来西安玩 真的很高兴可以在这里遇到台湾人 自己一个人跑出来玩 也太勇敢了吧 想必你是做了不少功课喔 那是一定要的 而且你没听说过吗 要看中国五百年的历史 就到北京 要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啊 就得到西安 走一趟啊 体会就更深了 哇 你年纪轻轻 懂得到不少耶 还好啦 你为什么会来西安 我一半是度假 一半是工作 哪有那么复杂的 度假就度假 干嘛还要带着工作 作为线上游戏的企划工作 游戏一天到晚都要推成出信 我来这边也是要多找一些灵感喔 哇 那你真的来这地方喔 这里啊 有古城 古墙 古楼 够你逛到天荒地老了 天荒地老 我不要 这么老的梗都拿出来用 我只是比较实际罢了 举个例子 半年前还大红大纸的游戏 半年后就销声匿迹 这种事常有 所以快感新鲜 才是本世纪最重要的 真的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耶 我是为了新游戏来找灵感的啊 你呢 我啊 我对唐朝盛事 可是非常着迷呢 唐朝等于是中国的代表 长汉哥里所说的 春寒赐予滑青池 温泉水滑洗凝止 这鼎鼎大名的滑青池就在西安 怎么能不来朝圣一下呢 说不定还能写杨贵妃一样 在里面洗个澡呢 老板我要两个柿子饼 两个四块 那我就要继续我的行程咯 不然啊 那请来请去可就吃撑了 我才要谢谢你的票呢 别那么客气 我们也算是朋友了 那就行账哦 拜拜 要是真的能再联络就好了 这块玉佩好特别哦 是古董吗 是啊 这两个合起来是个平安扣 一对的啊 对一对 可以只买一个吗 可以啊 那我要这个 好 谢谢 谢谢 是你啊 你也住这边 对啊 好巧哦 你要出去哦 对 去吃点东西 嗯 好吧 嗯 拜拜 拜拜 约他吃饭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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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去吃饭吗 一个人吃饭挺无聊的 我听说旅馆楼下的酒吧还不错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 我 我 吃饱也没关系 那个酒还不错喝 我们可以吃点小东西 喝个调酒 不是啊 我是想说我正好要去吃饭 那就一起吧 哦 好啊 那走吧 嗯 你今天说到古城墙 真的这么值得一看吗 你才知道啊 就跟你说这座城墙 明文古丁装外 想象一下 在城墙上吹着风 骑着脚踏车 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啊 你明天想不想一起来啊 既然这是你的毕生心愿 我当然神秘培君子哦 那就这么说定啦 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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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刚的古镇表演 真的好震撼哦 而且原来古城墙有这么大啊 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征战 都没有将它摧毁 到现在还可以保存得这么完整 这么壮观 对啊 难怪你一直想要来这里 这里真是大到不可思议耶 诶 你看 你不是一直想要骑脚踏车吗 对啊 那边就有租脚踏车的地方 一起去吧 好 走 走 我经骑这个功能 很 cel季 好 好 好 谢谢你带我参观这么壮观的古城墙 看吧 只有永恒才是最有价值的 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划清池 你早点休息吧 好好好 不跟你争 你早点休息吧 晚安 晚安 谢谢 晚安 拜拜 这块鱼好漂亮哦 这是一块平安扣子 昨天台湾美女买了一块 台湾女孩 不会是她吧 这么巧 老板娘 这块鱼我要了 好 卖给你一块 谢谢哦 阿词 小小小小小的红色 小小小的红色 对一小小的红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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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